安康宁闪县寻阳坝,没入冬就已冷冷清清,210国道1072公里,出了工人俱乐部房顶以他,只立着四面墙,这里是一个曾经繁华过的古镇,这里是宁东林夜局的驻地。 从宁闪县城出发走210国道,翻过平和梁就到寻阳坝,开车的罗师傅在寻阳坝出生,长大,结婚后把家搬到了县城,罗师傅说,我们小的时候,这里可热闹了,每次放电影,俱乐部里都挤得满满的,几毛钱一张的电影票我们买不起,就趴在窗口看,现在的俱乐部里已长满野草,寻阳坝老街有800来米长。 200多年,历史的老房子上挂满了玉米棒。老街上偶尔能见到几名留守老人,古子武站到穿镜而过,沿道催生出许多驿站,寻阳坝驿站相对集中,而形成街道,是当时南北山谷集物资重要集算地。 68岁的罗运普一直没有离开过寻阳坝,改革开放后他和妻子,就利用自家的老房子开旅馆,是当地最早的万元户,烤着火的罗师傅说, 八九十年代,我们这时人称小上海,西安道安康,四川的车都要经过这里。 当时的宁东林业局,有几千名职工在山里伐木,运输木头的卡车一辆接一辆,我家的小旅馆,天天都住满客人。 九十年代,罗师傅家花十多万元,在210国道边盖起了这栋房子。2000年左右林场停止伐木,2007年西汉高速通车,寻阳坝变日渐冷落。 罗师傅说,现在只有七八月西安最热,的时候才有客人来我家避暑,陆语买包古酒的老人,在家门口卖豆腐的老人。 宁东林业局废弃的老办公大楼,宁东林业局废弃的职工宿舍。老街上的住户已被足过冬的柴火,百年老斋塌了,变成了菜地。 现在寻阳坝已撤镇,化归宁闪城关镇管辖,原来的寻阳坝镇,变成寻阳坝村。